好 从刚刚的报道里头我们看到似乎有一连串的疏忽 国际中心记者彭惠云也来到棚内 我们这边要请教惠云 特别是刚刚报道提到说 其实前四个小时就已经有人在打电话通报说蛮危险的 而且今天说这电话不止一通两通 所以有十几通 那么现在追查的情况如何呢 惠云 好 没错 关于南韩离泰院的踩踏意外 这个百人超过156人丧面这个悲剧 到底是要谁来负责 现在大家都想要知道 那当然首尔警方他们坦承了确实有疏失 尤其是已经被报道出来 那他们自己也承认了 确实是在案发之前就有接到非常多通的报案电话 那么最早打的一通报案电话呢 是在当天晚上的6点34分 也就是说距离案发四个小时之前就有人打电话来说 现场是很混乱的 而且呢陆陆续续在8点9点 其实都有民众打电话过去跟警方说 现场是非常的拥挤 那么说其实要地铁站上去的人出不去 那么在商圈里面的人也没有办法出来 而且还和在很多店家前面排队的队伍都打在一起了 现场真的很乱 而且呢民众还非常详细的问 举证说当时呢警方其实还有问他说 那你确切的店家位置是哪里呢 那这个民众回答说不是某一个店家是一整条街都这样 所以其实呢在案发之前已经有多达11通的报案电话 都已经呈现出现场是非常混乱的状况 那为什么警方没有加以应变呢 根据南韩政府的说法 其实他们当晚加派的137名警力 其实已经比过去往年这个黎泰院万圣趴的时候 他们会派出的警力还要多了 那这些人呢其实最主要这个警察是要去来追弃毒 或者是说防范当地有出现一些性骚扰 或者是私人结院冲突等等事件 他们没有预期到的是要做到人流控管的这一块 那当然呢现在越来越多Po这些细节都导致说 可以大家会认为说警方的部署是出现了问题 那南韩总统尹席月也是相当的愤怒 要求要彻查此事 那么现在警方要非常努力的还原现场 那根据目击者的证词就指控说 当天晚上呢还看到有一群人当中 有一位带着兔耳朵法枯的男子 还高喊着说下去下去推呀推呀 那现在很多人就来说 这一名兔耳男到底是谁呢 那在南韩网路上就有一名当天晚上 是带着黑色兔耳朵法枯的男子说 他有被人家起底 但是他秀出了证据 他说案发当时呢 他其实已经刷卡进入了离太院站 他是要离开离太院的 他秀出证据自清 要大家不要再礼物 好 接下来我们就要再请惠云 我们整理一下中国大陆几个最新情况 一个是大陆关切中 大家关切大陆的严格清零 最近是不是武汉又有疫情要起来 然后德国总理萧姿 星期五要去访问中国大陆 是不是有一些欧盟官员 其实不太以为然呢 好 没有错 现在看到疫情部分 其实是在这个疫情最初的爆发地 武汉这边呢 现在又传出他们进行新一波的风控了 这是在武汉的江汉区 那当地的官方就是紧急的公告 说11月1号到11月5号 这五天要进行所谓的静默管理 那所谓的静默管理呢 其实基本上就是民主是不能出门的 如果你出门的话 就是请你去做核酸采样 那你一做完检查就要马上回家 也不能出门采买补货等等的 所以这个公告一出啊 可以看到这个江岸区的沿岸的公路 就已经出现了逃难潮 是长长的车潮都是看不到尽头的 那民众当然很想要逃离风控 不断的风控防疫的这种恶性的循环 那么在当地甚至还有公告说 在其他的小区 如果你有看到来自江岸区的居民 你要立即的通报 所以当地的民众还自嘲说 我现在连跨区都要签证了 那大陆这么样子的严格清零 会不会伤害经济呢 而国外的投资要怎么样来继续 这就是外界接下来要关注的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呢 本周五德国总理萧姿 其实就要出访中国大陆 快闪一天的行程而已 而且不是只有他一个人去 他也带有大量的企业团 包括像是大众汽车的总裁 还有德国西门子集团 另外像是我们很熟悉有研发出 这个BNT疫苗的德国制药公司 Biontech的CEO也会一起跟着去 但是德国的总理 还有企业的这一趟中国型 欧盟的官员好像不太乐见 他们就说了 现在对于中国抱持天真态度 时代已经是结束了 应该是要更为警惕的 尤其是在行前呢 德国有一项投资案是汉堡港 已经决定要出售25%的股权给中国的集团 那么欧盟就认为 在现在这个局势之下 大陆已经在地缘政治上面 构成了战略上的压力 更是应该要警惕的 是 这边讲到地缘政治 美国最近在澳洲的一个部署 似乎让中国大陆不太满意 另外乌俄战争现在传出的几个新的消息 这边也请惠云为我们整理一下 好 没有错 其实因为这个是报道 是澳洲媒体先报道 说美国有意在澳洲部署B-52轰炸机 而且一口气就是六架 部署的地点在澳洲的北部的基地 那么中国大陆是率先反弹 他说美国就是在挑起地缘局势上的竞争关系 那美国国防部这边的最新回忆是说 他们只是要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威哲力而已 那么他们表示 现在看起来更是大事已定 因为传出说要停靠这些轰炸机的基地呢 已经在进行了一些维修 还有停机品的维护 美国甚至还拨了超过1400万美元的预算 来进行这件事情 那当然呢 有这样子的部署会让中国大陆非常的不满意 但另外一头要看到的是 美中之间的竞争 有没有可能是在俄乌战争这一边呢 因为美国已经说了 因为他们之前发现了 中国非常亲近的盟友伊朗呢 是出售给俄罗斯大量的武器 包括无人机还有地对地的飞弹 所以美国这边加以制裁 那我们也知道 其实在乌俄战争爆发以来呢 西方是大量的援助乌克兰很多的军武 但现在就传出说 有些精密的高科技武器 其实已经流露的是黑市 那么美国国防部的匿名官员就有表示说 那么尽管他们有怀疑说 这样的说法是不是俄罗斯先放出来的风声 但是为了一方万一 这些武器千万不可以落入恐怖分子手中 所以他们还是派出了美军的官员进行核查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